如果你是诸葛亮忠实玩家 如果你正在受魔女斗篷的困扰 那么请你一定要试试这套 三串破障流的诸葛亮打法思路 这套打法能让你在中期无视魔女 伤害几乎等同一增伤 甚至让你在装备大成型之时 能一套顺瞄六神百起 出装蓝刀法创鞋 吸引出不学者之怒破解之一 虚无法杂 名闻狩猎心眼梦言 我们先来简单聊聊 这套装备的强势所在 在第五件做出破解之一的时候 刚好是射手做完破桥 准备补魔抗之际 此时射手最多最多做出魔女约 加上抵抗鞋两个魔抗装 而破解之一加上法创鞋 刚好可以无视这两件装备的魔抗 若敌方射手此时无视魔抗装的话 加上近卫荣耀的效果 魔抗差不多在300点左右 而破解之一和法创鞋 就直接能提供348点固穿 那兄弟们能直接打出真伤的重量 这不就来了 在后续出装方面 如果敌方辅助做的是射外荣耀 或者是前排做了两件魔抗装的话 就直接补法穿杖 单重穿透 即便是六成装白起 也扛不住你的伤害 若是敌方魔抗普遍较少 也可以选择宁兵之息 吃满破解的被动属性 还能提高一手拉扯能力 这个时候就有兄弟会问了 那为啥不出日幕选破解呢 那日幕的法权和穿透不是更高吗 咱们就是说 你很难保证每一波团战 都能叠满日幕的被动穿透 本质上祖国亮还是刺客 肯定是破解直接给穿透 更直接 而且祖国亮在做完大帽之后 伤害本来就有所溢出 破解之一给了1000点生命值 提高容缩率 相对来说是更香的 安理完出装 咱们来聊聊祖国亮的具体打法思路 前期不管什么情况 一致都选择拦开 在没做过出戏友书 加磨到时以前闷头发育就好 在刷野时 注意二进量一定要面向怪物的方向踩 能直接踩出两层被动 要是队友打起来的话 有人头就丢个蛋 打不了收购的话 就直接去补队友的线 不要不好意思 注意把控自己大刀的斩杀线 在四级 只有一把二级打野刀时 只要看到对面剩一格血左右 就直接用大就能秒掉 中期抓人的时候 要学会赶路的过程中 少东西蹭 不管大龙也好 小怪也行 优先蹭出五层被动 再去抓人 等到十级左右 做出西野书加磨到之石 便是五个强势期 此时咱们的斩杀线 在1600左右 只要看到对面半血少一点 都是我们的打杂线 那这套出装大成型 有2500.500生命值 在面对战坛比较多的阵容时 不需要富于在阵型找输出位置 可以适当进团用二段留人 那一定要留一个二技能用来撤退 为预感后剑 很可能成为猪鬼亮的主流出装 感兴趣的兄弟 赶紧去试试吧